滔滔不绝,玩味武学 大家好,我是因为功夫纪录片导演岳涛 感谢粉丝朋友们的支持 大家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加入咱们因为功夫的粉丝群 大家共同玩味探讨功夫文化的魅力 最近有很多粉丝私信我 要我出一期关于筋骨锻炼和战装的教程 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持 我会专门出一期教程与大家一起分享探讨 但说实话,我个人不太建议 大家跟着网上的视频练习 为什么呢? 我这么说可能会得罪一些开网课的老师 每个人其实理解能力,身体协调性 还有身体自我的控制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尽管你对着镜子坐 也只能够给自己检查一个外在的形态 里面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所以内在的要领 还是需要师傅当面给你胃镜 调架子 师傅需要触摸你的脊椎骨 琵琶骨 肋骨 腰胯 还有大腿内侧的一些小肌肉群的微妙的变化 还有感受你的气息 然后以师傅的体感来反馈给你对还是错 应该如何去调整 非常的细腻 就像中医寸观尺大脉一样微妙 所以拜一个好师傅非常的重要 就像我当初从传五黑转粉一样 其实当初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到底是继续在擂台中深造 还是拜一个好的师傅 重新回归传统功夫 一边是恋恋不舍的实战擂台 一边又是因认知提升以后开启的新的领域 有些新朋友没有看到前几期的内容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倒序 我小的时候学过我们当地的一门 名叫岳家双腹手的拳法 因没有得到真传 曾经也质疑抱怨过传统功夫的实战性 而那个时候的我是非常渴望实战的 又不可能在街边老找别人打架 所以为了满足自己打实战的欲望 我后来就转学日本的急增空手道 于是三年的实战打下来 如鱼得水 后来因为段位的提升 就接触到了日本总本部的一些高级阶段的教程 这些高级的技术是内台以外的街斗实战技术 是真正的一击必杀 包含了丰富的掌法的技术 还有手法轮波的技术 有破门打 封门打 开门打 截肌打的概念 手指的勾带 拖拽 尤其是利用手的 这三根手指头的小动作技术 来打破和控制对手的重心 然后我突然发现里面有很多小的技术动作和我小时候所学的双腹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只是我以前没有得到真传 只会一个外在的动作 并不理解你们的内涵实战是如何去运用 而现在我积累了几年的实战的经验 再次接触到这些动作的时候 就会对这些高级的技术的威力体会的特别的真切 那埋在我心里面多年的疑惑 突然有种来自穿越时空的解答 原来急针空手道的高级技术是中国功夫 原来我曾经小时候学的那个半吊子的双腹手 它的完整的形态如此的彪悍 感觉就是绕了一大圈 我又回到了原点 是继续空手道黑带的身段 还是回归传统功夫 正当我选择两难的时候 道场里有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日本拳友 叫神奇克之 我不知道神奇克之现在能不能看到我们的视频 如果看到就请在评论区和我打个招呼 神奇好久不见 我当时把我的想法和他聊了一下 然后他给我的建议是 我应该回归传统功夫 他的理由大概是这样子 为什么说大概呢 因为他说中文有很重的口音 我只能听得懂一个大概的意思 空手道 以前叫堂手 在日语里就是中国功夫的意思 其源头起源于福建的鹤拳 由日本人传承和发扬 如今走向全世界 也进入了奥运会 而在中国 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拳法流派 如同沉睡在地下的宝藏一样 等待后人的发觉 说完后就拍拍我的肩膀 像刚点话完别人的得到高僧一样 渐气郎当的含笑而去 我当时看着他漫进桃湾远去的背影 都快发光了 后来我就线上线下四处打听 关于传统功夫的资料 突然有一天 一位好兄弟跑来告诉我 说在哪里哪里 发现了一位得了真传 实战非常犀利的传统功夫老师 建议我去拜访一下 于是就有了 英维功夫纪录片第一集的内容 缘起行意 看到这里 视频前的您 习武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快乐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可以在英维功夫栏目主页的这个位置 为我们加油充电 让更多的朋友 感受到功夫文化的魅力 繁满88BB的朋友 英维功夫栏目 还会有精美礼品赠送 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